减肥的人能吃晚餐吗? 学会这么吃,低卡饱腹又减肥,想不瘦都难。 就算你推开了饭碗什么都不做,一夜下来,你也要消耗约500千卡的热量。 虽然人在睡觉时,看似没有进行能量的消耗,实际上身体的所有功能都在继续,包括你的呼吸、心跳、血压都需要维持工作,这些这都是需要耗能的。 所以,晚餐只要不超过500千卡,既不会长肉,还不至于让你前心贴后心地饿着入睡。 晚餐吃这些没有精细加工的鼓鼠类做主食,不仅是它们比精米白面纤维素含量高,能饱腹,更是因为它们的含糖量很低,还可以减少糖和皮肤胶原蛋白的结合,减少皱纹的产生,况且热量还不到500千卡,哪怕不减肥,至少也不会让你长肉。 通常,一旦我们摄入的食物不足,热量营养相对不足,身体就会启动这种细胞自食功能。 如果晚餐还控制在500千卡左右,不仅能启动细胞自食,还有减肥的效果。